Darkness Take Control 哈囉大家好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WARFRIM獵犬同伴 也就是我們的機器狗 那至於要怎麼拿到這隻機器狗呢 首先我們有兩種方法 首先第一種方法呢 就是我們去打C族巫妖 然後打完之後他會給 我覺得我們先離開這裡了 那個Lags好吵啊 好首先第一種方法呢 就是我們去打C族巫妖 然後打死之後他會給你一個他自己帶的獵犬同伴 那你就可以把他直接從軍械褲拿出來然後直接用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呢 你打完C族巫妖馬他除了給你一個獵犬同伴以外 他還會再多給你一個機器狗的 部件的配件 然後你再來到金星的福爾圖那招 剛剛我在講話一直打壞我的那個 這一隻Lags 就是我們做孔鳥的這個人這邊 然後去跟他合成 好就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配置獵犬同伴 這個選項我們就按下去 然後你就可以拿你之前 就是打C族做出來的那些部件啊 去做搭配這樣 好那麼既然到了這個搭配 就會有很多人在想說到底該怎麼搭啊 要怎麼弄會比較好之類的 然後這邊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每一個地方大概是什麼作用 然後跟要怎麼樣搭比較好 好首先我們先看型號 呃獵犬同伴 這個機器狗呢 他有三個技能 那分別是在三種不同的部件上 然後他其實你做出來 你拿到那張帽的 就可以塞在其他的機器狗身上 就是跟恐鳥一模一樣 就是你可以隨便混搭這樣子 好那麼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的頭呢有三個頭 分別帶的是不同的技能 那基本上我們是可以去先 C族巫妖啊 就是可能領個三隻出來拿完 呃你如果沒有拿完全部頭的技能啊 應該說你去領個三隻或四隻或是 反正你把他全部領出來拿個技能卡 然後再自己來這邊搭你自己喜歡的樣子就好了 因為他其實型號啊會拿三個技能 腳架會拿另外三個 欸不是腳架又會拿另外三個技能 然後再來是他的尾追也會再拿另外三個技能 至於我們可以先拿完技能卡後再 再來這邊組裝 好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型號 基本上就是拿技能 對他就是拿技能 然後核心呢 我會建議大家選擇這個 加母核心 主要是我會裝一個寵物治療 寵物治療套件那一個MOD 就是讓他可以隨時間自己回血 呃那他自己回血的話 我之前恐鳥那部影片有介紹過了 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護甲大於生命值 那我這邊沒關係 我還是會再稍微講一次 簡單上來說呢 就是我們有1000滴的生命值 可是我們零護甲 那我們如果被打一下被怪打一下的話 是減了600滴血 那我們每秒回6滴血 我們需要等100秒才能夠回滿血 那今天我們如果是呃只有100滴血 然後我護甲很高 那敵人同樣的傷害打我 我可能只減60滴血 那我的 那個 時間 就是我血量減60 那我只要再等10秒鐘 呃 我就可以回滿血了 我就可以再扛第二下這樣 所以說 我個人是覺得護甲是大於生命值的 那護盾的話 因為 不會吃到護甲的減傷 所以說我護盾是 最 最低考慮啦 好 所以這邊我當然就是選擇這個 加母核心 就是 護甲會最高的這樣子 在腳架呢 我這邊 一樣就是護甲會 我 護甲我是優先 雖然這個有加持護盾 但是我還是覺得護甲優先 所以說我會推薦選 諸博腳架 至於尾椎呢 就看你喜歡吧 呵 好那麼你就看到 你會得到一隻 機械狗狗這樣子 那基本上你其實 只要刷得夠多是一隻無妖啦 基本上你每一隻領出來 你可能拿個 MUD 你基本上來這邊做 也就不用管我講的這些 那麼多啦 呃可能就是挑你喜歡的就好 我個人是覺得 挑你喜歡的樣子就好 畢竟現在機械狗也還沒有出造型 你 雖然他比較素質好一點 可是 自己看的覺得他很醜 說不定也不會想要用他就是了 好 那麼 總之啦我是推薦中間兩格是放 加母核心跟珠博腳架 咳 至於這兩個 就算是看 他就只有 自己帶技能了 然後這個會稍微影響到集星潮戰而已 那頭的話 選喜歡的吧 好 那麼接下來就 帶大家去幻影裝置 呃其實也不一定要去幻影裝置啊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推薦配卡之類的 好啦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機器狗的技能MUD 好 首先呢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機器狗呢他分為三 就是他技能有三種 一種是 省核 一種是 否決 然後一種是 展望 呃大概就在這邊 省核、否決跟展望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想成 省核就是他的輔助技能 就是輔助我們的技能 然後 否決就是他的保命技能 就是讓機器狗比較不容易死的技能 至於展望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他的傷害技能 就是他的攻擊手段 呃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放了一張 否決我們就不能放 第二張 否決 所以說大家沒辦法三個保命技能都放上去 然後讓他變得 很坦這樣子 我們只能每一種技能各放一張 這樣子 是可以的 好 那麼等一下我會給大家做測試這樣 那 最後我才會去講 我的配置 給大家看這樣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技能是 嘖效果如何 好 首先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他的 輔助技能好了 審核 我來 看看審核 好 他的輔助技能呢 有這三張 我們先看一下 抵消跟均衡還有鎖回 這三張技能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張 第一張是抵消 審核 抵消審核呢 他就是他會把附近卓越者的光環 就是他的技能幹走 然後 他會用60秒 然後同時消減 那個 那一隻被幹走技能的卓越者身上的50%超紅防護 那基本上 減50%超紅防護 我是覺得不用管啦 反正 他能幹走就對了 他把他的技能幹走之後 然後 可以給你用就對了 那基本上 卓越者有很多種嘛 那 像 縱火卓越者的話 就是 我們獵取就可以使用 椭圓衝擊波 就是那個突然間 呃 就是 類似一個圓圈擴散出去 然後會燒你的那個技能 然後 然後極寒卓越者的話 他會把附近的怪減住 然後並且 偶爾他會產生一個冰雪護照 就是有點像恐鳥的那個防護照 反正就是他會 產生一個白 白罩子把你 嘖 包住嗎 包住他自己 反正就是會 可以擋攻擊就是了啦 那如果是電擊卓越者的話 那麼他就是會 有放電 對 就是附近會有三個電球 然後出去打怪這樣 那 那個 毒氣的那一隻 惡毒卓越者的話 則就是跟他一模一樣 他就是會 嘖 嘖 周圍有一片毒物這樣 那守護卓越者的話 會讓我們的 獵犬啊 他的 幫你補護盾 對就是 跟 敵方卓越者效果一樣啦 那至於閃擊爆發卓越者的話 則是可以 震倒怪啊 之類那些的 然後吸血卓越者的話 會讓我們的獵犬 可以 自己吸血 對 這個是還蠻蠻棒的 就是 讓獵犬自己吸血 這樣他就比較不容易死 就是他的攻擊都可以吸血這樣 至於能量吸取卓越者的話 如果他拿到這個技能的話 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 我們 在抽 抽獎啦 就等於說放這張卡就是在抽獎 我們 就是會從 卓越者的狀態中 抽出一個 然後 呵呵呵呵 而且也不會講抽獎啦 只能說看你 呃 看他 剛好附近有哪一種卓越者 然後剛好拿到哪一隻技能 這樣子 那最好不要說是能量吸血卓越者 因為他會讓這張卡完全沒有用 好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均衡審核 均衡審核基本上他就是 簡單明瞭 他就是放一個陣地波 然後 怪會倒地 對就這樣 就擊倒怪 然後陣地波 這樣子 呃 好像也沒什麼用 因為他對卓越者 呃 還是沒有什麼用途就是啦 因為卓越者會免疫控制啦 那麼再來第三個是 鎖回審核 鎖回審核 簡單上我們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Loki的大招 解除武裝 就是說 他會把範圍30公尺內的敵人 全部 就是 原本拿槍的會全部把槍 繳械 然後換成近戰 然後他會過來砍你 就這樣 然後他會幫你把 他們全部都上一個磁力狀態 呃 在打C組是還蠻不錯用的啦 就是 繳械完 然後 他們就必須要近戰來打你 然後他一上磁力狀態 你就更好打護盾 是還不錯用啦 呃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還是抵消審核比較有用啦 那 應該說我個人是覺得 抵消跟鎖回都還不錯 好 再來我們來看他的 保命技能 也就是我們的否決 否決 好 否決呢他一樣有三張 呃分別是 多重否決 閃避否決 跟反射否決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多重否決 多重否決 多重否決呢 就是說他會分身 他會變成三隻小小狗狗 就很可愛的小狗狗 然後他的本體會無敵 然後要讓 要怪把三隻小狗狗都打死之後 他才會變回大隻的那樣子 那或者是他過了時間到30秒 他也會變回大隻的 那他在變小狗的時候 他是無法使用其他技能的 就無法使用審核的技能啊 也無法使用 呃 展望的技能 那麼再來第二個 就是閃避否決 閃避否決呢他就是 當他 呃看到怪 他就會躲起來 也不能講躲起來 反正他就是瞬移走 然後 當他瞬移完之後 他就會有 額外的75%閃避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 把他想成是 扎苦吧 就拿 拿到扎苦被動8秒鐘 然後 但是反正就是 四分之一的幾率 還是會被打到就是了啦 再來 第三個 反射否決 就是他會把子彈反彈 然後 有額外90%免傷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把他想成是 MESA的三技能啦 因為 就是 嘖 跟MESA三技能一樣 他就是90 90 呃可能比MESA三技能還少一點啦 MESA三技能可以撐到95%減傷 但他這個只能90%分 他就是 獲得90%的減傷 然後並且會把子彈反彈回去 然後反彈回去的傷害是磁力傷害 所以我們也不用奢望他去反彈傷害 然後可以把怪反彈死 基本上我們是不用去考慮這個 那我個人覺得 嘖 這三張 都還蠻有用的啦 就是畢竟保命技能 其實都還不錯 我個人是 如果說真的 我最不推薦的話 是閃避否決 因為我覺得 狗在那邊到處跑 一直瞬移走 那 嘖 不知道 反正我就覺得 他 瞬來瞬去 然後有時候你突然就找不到他在哪裡 或者是他可能瞬移走 然後可能瞬移到一個奇怪的地方 然後他又剛好被怪 那附近可能又有怪 然後剛好那個怪好死不死又拼到25% 然後你 他就是 又被秒掉 然後你可能就要再一段 你就又要去找他 然後把他在很奇怪的地方去復活他這樣 就有點麻煩 所以說我個人是比較推薦另外兩張啦 就是多重跟反射否決 好 最後我們來看看展望 就他的攻擊技能 他的展望分為聚焦展望 滯空展望 還有協力展望 呃 我們現在看聚焦展望 聚焦展望他就是一個 呃 簡單來說他就是發射一道火 然後去打怪 然後會把怪推開 對 那基本上我們這三張其實我們都不用去 太太在意他的傷害啦 畢竟 打鋼刃怪或打後面的怪其實 呃 傷害是完全不夠的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是可以把他拿來當成另外一種的輔助技能來用 像我們聚焦展望 我們就可以把他當成是推怪 但是因為他一次只能推一個目標 而且他也沒有穿透 所以他只要中間有牆壁還是有什麼 他就沒辦法推怪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他沒有什麼用就是了 好 那麼再來第二個 滯空展望 滯空展望他就是會 類似Vaban的三技能 就是他會丟一個東西過去 然後他就會有一個東西轟炸下來 然後會把怪炸飛 然後炸飛完後還會有擊倒效果 這樣子 呃 他的傷害 我們也不用管 我們基本就把他當成 另外一種控場技 就是他會炸怪 然後把怪擊倒 這樣子 再來第三個 斜力展望 就是他會發射一個電花 我們可以把他想成類似 嗯 奧伯龍的一技能啦 就是 只是他傷害變成電屬性 他就是會把他就會射東西出去 然後在那邊彈彈彈 然後 一直給電屬性 電屬性 然後會有一種微控場的效果 然後彈完七次之後他就會爆炸 對就是這樣子 那他的彈不一定要怪之間才能彈啦 他在地面也可以反彈 就是他如果那邊只有一隻怪的話 那他 還是可以彈七次就是了 好 那麼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配卡 就是 推薦配卡大概是怎樣 好首先我推薦的配卡上是長成這樣 呃 那我這邊也挑了一些技能 就是我自己 比較喜歡的技能 跟推薦的技能 我推薦的搭配是這樣啦 首先我是 我的展望 我是選擇斜力展望 主要是因為斜力展望他 在那邊彈彈彈 就是他可以有電屬性微控場 比較好一點 那至於另外兩個展望 我不是那麼推薦 就是我不選擇的原因是因為聚焦展望 他那個火 我剛剛有解釋過 我覺得他那個推只能推單體 然後 沒什麼用就是了 然後再來就是滯空展望 他會把怪炸閃開 就是他沒有聚怪就算了 他還把怪炸閃開 我個人是不太喜歡啦 所以我乾脆最後決定乾脆放個斜力展望 就是微微的控場 他有電屬性的 那個麻痺控場 這樣就差不多了 就 一點點就好了 好 再來這邊我會建議放上吸取 跟生命值連結 跟護甲連結 這兩張是一定要的啦 然後寵物資料套件也是 一定要的 然後至於動物本人P也必要 就是 讓我們寵物比較好用這樣 再來我這邊會建議放合成纖維 就是 生命球增加同伴的護甲 也是讓我們的同伴比較 就是不容易死 再來這邊 最後一個我是建議放上守護者 就是幫我們的戰甲補護盾 我個人是覺得守護者這張MOD 其實還不錯用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幫他幫你回血 你也可以放醫療射限 或是氣息療癒 基本上我是覺得放醫療射限會比較好用 這個就比較有點像是 醫療射限是被動 氣息療癒是主動 但是你通常主動 你應該也不會特別去攀牆 所以你在沒血的時候 你不會特別去想到有這一張效果 然後去攀牆回血 通常都是被動在幫你回血 你才會那個 比較 比較頻繁的就是 然後再來喔 還有最後兩張他的技能 那個 我 否決 他的保命技能 我是推薦選擇多重否決 雖然他沒辦法 就是他變三隻小隻的時候 沒辦法放技能 沒辦法放這兩個技能 不過我覺得他的無敵很吃香就是了 比起閃避這個 會順移順序奇怪的地方去 然後閃避那種機率有 還有25%會被打到 或者是90%減傷你 還是會暴斃的那種 我個人是比較推薦這種 無敵 就是完全免疫傷害的這種手段 而且重點是小小狗狗 小機器狗其實存在感很低 就是怪不一定會去打他就是了 所以我這邊會推薦他的保命技能是帶否決 呃 是帶多重否決 這一張MOD 再來最後一個 那個 審核啦 就是我是推薦帶一個 抵消審核 就是幹走卓越者的技能 呃 主要就是 另外兩個我覺得 沒有到很好用啦 首先就是 就是那個 均衡審核我剛剛已經有說過 他控場只能稍微控一下 然後他 卓越者控制不了 那 另外一個是鎖回審核 他上磁力 然後 腳械 我是覺得 怪物腳械 其實沒有那麼必要就是了啦 呃 所以說我這邊 後來我決定 推薦大家的審核 是這一張抵消審核 就是 我們偶爾可以抽個獎啊 說不定 那個獵犬剛好抽到個 極寒逐月者的 可以給我們有個冰雪罩子 讓我們可以擋遠程的攻擊啊 或者是剛好他抽到了 呃 守護者卓越者啊 可以給我們 回護盾 幫我們回護盾這樣子 或者是他 抽到了 吸血卓越者的 他可以自己吸血 然後再 搭配一些 什麼寵物資料套件 回血回更快 然後多種否決什麼的 去 讓自己的生存能力更好 這樣子 都都很都算很好啦 所以我是推薦放底小審核的 好 那麼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一下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也幫我按一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那各位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ARFREM的戰甲 或者是武器介紹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那我看到的話 我就會 把他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之內 這樣子 那 今天 機器狗介紹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 掰掰